志勋 那高原锅差不多 志勋这边肉饼还是挺完整的 刚煮得不错 厉害 如果宇宁做这个开水白菜的话 你完全就可以用那个树刀 要不让宁哥做一个 可以 来这么多期了 我再展示一下 是不是应该 终于等到了 代表我们丹东喷二级锵出战 出战 宇宁的手太好看了 这个环节就是给宁哥绣手的 先出一百 提醒您下节看点 这拍出来好好看 高级小镇花店有没有 锦轩呢 火火把握还是不错的 那个菜蒸出来还是脆口的 锦轩我对你有期待 但是好像你只是持平 我跟你说你的分数 在我这里会非常低 那到底我们的锦轩 能得到多少分呢 哇 太可怕了 淘宝买菜 先出一百 待会儿见 淘宝买菜 先出一百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淘宝买菜 冠名播出的先出一百 上淘宝买菜 实惠又方便 宇宁的手太好看了 这个环节就是给宁哥绣首的 咋了 宁哥 我自己给他捏碎了 嗨 我再弄一个 我想问一下小林哥 专门的这种雕花师傅的话 他最快一个小时 能雕多少个 一般的话呢 五分钟就能雕出来 五分钟就能雕出来 不是 你说这话的时候 宇宁这边默默地看了一下 自己手上的活 没有 但那种还有一种花 其实是简易型的雕花 就是速成的 两三秒就能雕出来的 也有那种 你两秒过雕一个 可以 来 既然这样 我把攻击都带上了 妹妹这里的 随时准备着 你这个工具简直了 你这个工具简直了 好专业 我的天 太帅了 太帅了 帅爆了 你坐我这儿了 我坐你哪儿去 好 好 一 二 三 这种不是很漂亮吗 不是一个花了吗 好像那个泰国那种 我们叠在头上的那种花 鸡蛋花 跟雨宁的比起来确实 比较懒 确实比较懒 好平整 我就看到你那花瓣一片一片掉 雕花雕的全身颤抖 真的是使劲的全力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感觉手都要断了 赶紧 我暂几时间 别打扰我 金轩现在开始在叼这个白菜了 白菜花 对 他要叼九个花 这有点难 金轩现在是剁一个馅 对 是吧 剁一个馅 然后想把它撞在这个白菜这个帮子上 我们看这个景轩这边 看来就胸有成竹 每一步都在自己的规划范畴当中 所以这偶是摆式是吗 对 我想给它摆上一个芯 对 要不然它会陷下去 摆得好好看 云吞 馄饨 我觉得像虾卷